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点点的摧残 为什么要讲这个齿疤的保养呢 这个保养很重要 因为好多人买回去这个齿疤 尤其是北方地区 中国的北方地区 北京啊 特别的干燥 回去就裂 就是这个很严重 那我就给大家今天先讲一讲 这个齿疤如何保养 毕竟是一件这个心爱的乐器 如果有损坏呢 感觉也不是那么好 就是现在大家看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呢 就是装齿疤的袋子 那我把这个齿疤的袋子打开一下 大家看一看 过去的齿疤呢 就是说因为没有空调 当然也没有这么大的伤害 空调啊 对齿疤有巨大的伤害 如果是这个齿疤放在空调下吹 很快就会裂 还有呢 这个齿疤的上部有一个保护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上期我们说过叫割口 这割口呢 它是由各种材质做的 它和这个竹子的膨胀比不一样 所以经常容易损坏 还有就是这个中距 也经常容易破损 那它相当于电脑的这个 一损件啊 这个耗材吧 咱们说像鼠标键盘一样的耗材 它经常容易坏 这个中距和这个割口 那这个身上如果有开裂 那只能到日本的专门修齿疤的地方去修理 所以这个还很麻烦 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一样啊 有个袋子 有一个这个保护的这么一个装置 那当然了 这个齿疤呢 还是要这个打油 是什么油呢 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有纱布的话 拿一块纱布 然后把核桃抱在里面啊 把这个核桃砸碎 然后用这个纱布啊 涂抹这个核桃油 来保护它 来保护它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确实是干燥 日本呢 这个四周呢 都是海洋 海洋性气候 相对还是潮湿一些 中国的北方非常的干燥 这个很容易就开裂 有很多的齿疤拿回国就裂了 当然了 这个心爱的东西嘛 要经常就像我们盘核桃 是吧 还有我们这个养子沙壶 这个东西也需要养 需要这个拿油啊 保护好 而且呢 避免过于干燥 还有就是说 这个袋子 如果外面有一个塑料布呢 那最好 那当然说 有人说 那古代没有塑料布 此吧 还是保养的挺好 当然了 那过去古代还没有空调呢 对吧 它没有那么干燥 现在大家都住在空调房间 最好这个外面再放上一层塑料布 那是更好了 当然 就这个一定要保养好 第二呢 我们上期的视频说 这个一尺八寸 一尺八寸 那他说 有好多朋友说 这有长有短啊 我们见过好多那个长短不同的尺八 这要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尺八的尺寸呢 唐代的尺八 我上次说了 我就不知道了 就因为不确切嘛 也没法考证 那现代的尺八有很多种 一尺八寸 一尺七寸 一尺六寸 二尺二尺二寸 我为了这个便于给大家讲解呢 这有一箱 哎哟 挺重的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清 因为这个箱子呢 不太好拿 这样大家看清了没有 这里面所有的长度都有 当然呢 这个每个尺寸都会吹出不同的音调来 这个有点危险啊 我还是把它放下去 先留一根放在这 我给大家等一会展示用 还是相当的危险 好 我把它合上 当然啦 如果有这样的箱子来保护尺八呢 那更好一些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买一个塑料袋 当然啦 呃 这个尺八大家看到了 比这个相对就短了 这是个一尺七寸管 而且呢 为什么拿这根做栗子呢 因为这个周围呢 还有裂的地方 然后 这个 这个专门啊 来这个修理的师傅啊 匠人啊 把他修好的 这是一个老修 这是一个新修啊 然后 大家看一看 这两个尺八 歌口有不同 那这个 大家也看不清楚啊 因为拍录像嘛 所以这个 嗯 我还是发到小关说的公众号 希望大家关注小关说的公众号 我会把 呃 他们不同的流派 的介绍 这两个歌口呢 一个属于秦古流 一个属于都三流 呃 至于他们中间有很多执法 这个就讲起来太复杂了 话题也太大 啊 我们也讲不完 我就把这些呢 资料呢 发到小关说的公众号 希望大家 呃 这个 这个 关注啊 然后呢 我们就讲讲 这个尺八叫吹蚕 因为上期好多朋友说 你这个到底什么是吹蚕呢 我们对吹音乐啊 并不感兴趣 就为什么呢 因为笛子也能吹 我干嘛要学尺八呢 就因为尺八吹蚕呢 听你小关说 尺八叫吹蚕 我们想了解一下 怎么叫吹蚕 啊 这个东西很吸引人 为什么呢 因为很流行嘛 现在大家这个 呃 怎么说 一个浮躁的时代 大家都很 很希望了 修蚕 通过修 通过一些 这个修行吧 还有瑜伽也非常流行 大家希望得到内心的安定 啊 当然很自然 但是呢 这个讲起来 我上次说的话题太大 因为呢 呃 有一个有一个上次 呃 上两个月 我回回国一趟 然后呢 就有好多人跟我说 哎 我师父是谁是谁 因为很流行嘛 这个呃 这个修禅啊 我师父是谁是谁 我师父可以给你 呃 这个加持你 然后给你写一副字 我心里就偷偷笑 为什么呢 呃 你懂的啊 因为我当时也不好意思 心里偷偷笑 就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都是佛弟子 你师父有多厉害呢 比我们的这个佛祖还厉害吗 当然了 就是说 这个乱象 这个特别的多啊 然后这个开光 啊 这个 怎么怎么大师 给谁谁谁谁谁 写父子 给谁谁加持 哎呀 这个东西特别乱啊 这我就不讲了 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个 非常多的乱象重生 那当然了 这个 这个 摧残呢 我跟大家轻轻解释一下 首先说呼吸吧 这个呼吸呢 呃 我们知道 这个道家讲究 像婴儿一样 婴儿是从哪儿呼吸呢 大家看到小婴儿 都是肚子一鼓一鼓一鼓 哦 它在腹式呼吸 那当然了 越到老了以后 啊 气都在这儿喘 喘不上气啊 那也就是说 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是腹式呼吸 这个齿巴一定要腹式呼吸 它首先符合了这个道理啊 当然这有点悬啊 呃 我能解释多少 解释多少吧 当然学问也不够啊 就像跟大家说 就是说 一定要腹式呼吸 而且要切记 吸气要吸满 呼气要呼完 而且要腹式呼吸 尤其当你挡住所有的孔的时候 你一定要 呃 气惯管底 就像写字要利透子被一样 一定要气惯管底 这个时候一定要腹式呼吸 然后腹式呼吸呢 呃 大家也知道有一种修行的法门啊 当然了 日本的流派很多 有这个呃 专门侧重于蜀西的一派啊 那我就不太不太这个呃怎么说呢 没法解释吧 因为话题比较长啊 蜀西呢 那就是说 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数这个呼吸 当然大家知道自己的念头是很难控制的 就像金刚经所说的 如何住啊 我心如何住啊 啊 这个念头是很难控制的 因为你 大家有过这种烦恼的时候 就说 我我现在烦恼了 那我想要不烦恼 那我想要不烦恼 是第一万零一个念头 打败了第一万个 当你想 哎那我不要这个 这个念头我也很讨厌 我现在只是什么都不想想 那这是一万零二 你再想下去 一万零三 一万零四 所以我们三心二意 非常难 啊 当然了 数呼吸的话呢 就是说 跟随着呼吸数数 一 二 一 哎 这数呼吸 当然了 数呼吸啊 不是说 这个不是 这个修行的目的 啊 那如果数数的话 那我们就学会计多好啊 他不是学会计 他是啊 要要当下 要在当下 一呼一吸 要在当下 啊 当然了 这非常复杂 数息啊 还有这个随息 这每个都有技巧的 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 大家想这个瓷巴 你先要催响它 然后你再想着这个催残 因为什么呢 就比如骑自行车 我们要扶好把 管好自己的脚和身体的平衡的配合 啊 而不是说 一开始骑车 我们觉得 我们一开始骑自行车 就想啊 这个把这个车翘起来 或者是这个各种技巧吧 啊 或者是不扶把 先要把车骑走 是一种肌肉的训练 首先要训练到自己骑车的时候 不是用大脑想啊 我手怎么扶把呀 我脚怎么蹬啊 大脑反应已经慢了 是一种肌肉的记忆 这个需要刻意练习 吹齿巴也是一样 你先把它吹响 吹出声音来 吹出音乐来 然后这个手指 自然的反应的运动 啊 然后再吹出假音 啊 再吹出各种 这个复杂的音色 当然呢 你首先是要会骑车 然后在有这些技巧之后 最后才是 我们说的 这叫摧残 一心不二 啊 在当下 就我现在讲的 你也要忘掉 因为这是第一万零四个念头 我前面有好多期 小关说 讲过这个 当下这个事 就有好多人给我回复 所以我明白了 我懂了 然后我回复的时候 我说 你一定要一刀斩尽 因为我一看 他说懂了 那又是行而上的嘛 啊 又是行而上 这是一万零五嘛 我赶紧让他斩断 结果这个 这个朋友啊 就没有明白 我这番好意 啊 然后再也没看他留言 他没听懂 他以为我在 其实这种贺事 是一种帮助 对他来说 我说赶紧停下这个念头 什么都没懂 我也什么都没说 啊 说了 又是一个念头 都是行而上的 有好多朋友说 我念了一遍道德经 啊 我念了一遍心经 啊 我就开悟了 啊 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啊 我以前也有过 就是说呢 呃 呃 呃 当时呢 没有理解 这都是行而上的懂 就像前两天啊 过年期间 我去寺庙啊 呃 真言中 啊 呃 也就是说 弘法大师 我们唐代的唐密啊 到了日本 叫东密 啊 呃 弘法大师 空海 呃 他的寺庙叫 叫一般都叫什么什么大师啊 啊 然后我去那儿 然后又金刚变造啊 然后我觉得当时心心里非常宁静啊 在车上我还唱 啊 去的时候车上还唱了啊 梦妈 梦妈里 北美北美红 然后到那儿 哎呦 又烧香 然后过年了 心里静得不得了 哎 一心不二了 就我一出来 上了东京 东京叫七环啊 环七 不叫七环 叫环七 上了车之后 哎呦 躲不到那个点啊 还是那个地段 哎呦 一个小时啊 基本上过了一个桥 哎呦 这个心里头开始就开始愤怒了 露怒症了 就想骂三字经了 哎呀 你们这些人晚上干嘛出来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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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这个这个时间同时出现在这儿 真令我讨厌 哎呦 这个心烦意乱 就开始想骂人 所以呢 还是控制不了 就说 所以呢 我现在给大家讲了这么这么多 其实什么 大家什么都不要记住 啊 如果你齿巴吹得好 能吹到一心不二 啊 在当下 啊 把这个念头也忘掉 啊 我什么都没说 好吧 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大家想在中国学齿巴 这是一个问题啊 问我 我说这个前两天采访了 这个 一位高人啊 叫荣山老师啊 叫荣山齿巴 然后他跟我说 哎呀 国内 中国有啊 说有一个人 我也忘了 叫什么名字啊 当然 这个 这个 我这个节目呢 是为了科普齿巴 也不是做广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还真没记住啊 反正是 中国有一位吹得很好啊 这个荣山先生跟我说的 那他如果说的好的话 一定吹得很不错了啊 我相信吹得很不错了 大家可能也在网上能找到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齿巴呢 很有趣儿 那我们在最后 节目最后呢 会放一段 齿巴 这个齿巴呢 已经没有 呃 录像了啊 只有一段 一段音频和一张照片啊 非常高的高人 这个 齿巴 每次听 我都会到一 另外一种境界 有一种境界 什么样的境界呢 哼 不可说 不可说啊 每个人都有 有不同的体会啊 那我们在最后的片尾呢 也给大家播放那段 齿巴 啊 当然了 上期齿巴呢 还有一条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有人说 哎 你你那个 上一期放的视频 有一个 那个齿巴是一高人吹的 这个虚空 怎么还有这样的声音呢 就是不准 就 嘶嘶嘶嘶的声音 呃 这个怎么说呢 齿巴呢 各种流派都不一样啊 呃 有的为了是演奏民谣啊 当然这就很准了 有的是为了修行啊 刚才那个 诗诗的声音呢 不要特意的学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 这个简单的讲一下 有点像书法里的 飞白 就特 那个笔里面 飞出来那个白呀 呃 就墨中间 那个白 叫飞白 它这个声音呢 就非常像飞白 但是不要刻意的学这个声音啊 啊 它自然有的时候 就自然的 有了啊 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了 那下面这个 给大家解释一下 便于下面大家听啊 下一段 给大家放一段 非常牛的 齿巴 谢谢大家 这首要是 嗯 一部分 这首要是 它的声音呢 就很不错 我开玩笑 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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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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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